为什么我们在夏季养护君子兰这么容易出现问题呢 原因就是在夏季高温高湿这段时间 君子兰比较容易出现烂根 一般君子兰出现烂根 主要有哪些表现呢 第一个就是叶片泛黄 还有第二个呢 是从这个位置出现烂掉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君子兰出现叶片从尾部泛黄 或者是底部这些老叶片泛黄的话呢 我们就要及时的处理了 处理的方法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增加养护环境的通风 不要给它曝晒 第二个呢 就是用这个杀菌药 比如说像这个浮蒙二美林 我们只需要给它兑水来浇灌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浮蒙二美林呢 它不单可以杀灭土里面的有害菌 细菌病菌 它还可以输送到这个叶片上面 避免我们的君子兰叶片出现腐烂 如果说出现问题呢 我们可以连续给它用三到五次 每次等到土养干了 对水给它浇到土里面 如果说我们的君子兰没有问题 那么我们直接一个月给它用一次 作为预防就可以了 当然除了用药 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养护环境 比如说增加通风啊 比如说尽量的 这个土干透一点再浇水啊 这样配合才能让你的君子兰在夏季更安全的度过 好了 这就是一个在夏季养君子兰油和防烂根的一个小技巧 我们下期见